新一鸣如何在美国快速取得成功的职业 请来肯维培训中心 我们提供华人职业规划 专业培训和就业辅助的一整套方案 通过提供顺应就业潮流的专业执照 考试培训 帮美国华人在短期内 考取执照或证书 融入主流社会 改变生活 实现美国梦 肯维培训中心 连络电话718-321-3322 718-321-3322 地址是在法拉盛缅街 36-57号二楼 肯维培训中心 源于美国梦 焦点焦点 肯哥援引美国梦 本节目是由肯维培训中心提供 肯哥周克主讲 南丽制作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真的非常高兴 今天是我们的肯哥援引美国梦的节目 同时今天九尾的肯哥 终于今天答应上我们的现场节目了 周克你好 大家好 南丽 南丽姐好 然后我是肯维培训的肯哥 我是周克 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听众朋友们见面了 在现场见面 我们有重播 对 所以还是比较想念大家 今天我们终于就是在忙碌的工作 终于抽出这个时间来做这样一个节目 肯哥你都在忙什么 各种各样的事情 你知道我们现在的项目也特别多 所以特别忙 希望怎么样把我们这个影响力给做得更大 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肯哥今天亲自来到我们的节目 当然会有一些新的资讯带给我们 同时我们旁边也有一位上次来到我们节目 美丽的助理 你好 大家好 我是肯哥的助理肯妹 我是Emily 肯妹 OK 好高兴 今天终于在我们现场这么热闹 这么开心 好 肯哥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新的资讯 上次我们讲过 我们讲了就是会计从业人员 就是如果在中国是会计方面的智力的人员 怎么样才能最快在美国可以入航 就是可以就是进入到这个职业里面 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 那今天呢 上次我们也其实讲了好几个执照 一个是国税局税务师的执照 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Cookbook 就作战 财快方面的作战的一个执照 那今天呢我们想就围绕着这个国税局税务师这个执照 我们想把这个专题讲得深入一点 好像这个好像要谈的人不是很多 对 可以谈的人不是要谈的人 可以谈的人不是那么多 可以谈的人 是的 对不对 因为这个要深入的谈就不容易 泛泛的大家都了解一点 对不对 是的 好那现在就告诉我们是怎么一回事好吗 是这样子就是 没有我们这个国税局税务师执照啊 这个是这个执照的特别 它特别有意识的一个执照来的 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 差不多2010年的时候呢 我们是把这个培训课程给开发出来了 那个时候我们在做完 做把第一个项目也就是包关师的那个 执照课程做的成熟了之后呢 我们就想着怎么样去找另外一个项目 来来做 后来我们发现就是国税局税务师执照 英文叫做IRS Enrolled Agent License 我们发现这个这个这个执照啊 它呢特别有意思啊 这为什么怎么有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会计行业里面 最高的一个或者说最有权威性的一个执照 是CPA执照 是吧 拿到CPA执照之后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就可以帮别人报税啊 代表客人去上庭 是吧 上了一个过税局的庭 然后呢也可以就是说出这个财报 它的权威性是最高的 但CPA执照的考试特别难 我们都清楚了嘛 是吧 它要差不多要硕士学位 还有这个两年的一到两年的这个CPA firm CPA firm 的这个工作经验 还有通过试门考试 18个月之内 试门非常难度非常高在考试 听起来就好难 很难真的很难 然后呢 但是呢我们我们后来 所以所以所以就是说呢 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国税局税务师执照啊 它具有跟CPA同样的这个税务方面的权力 税务方面的权力 它可以代表这个国税局 代表客人 代表个人或者公司去国税局 跟国税局打架道 而且处理任何税务方面的问题 它跟CPA强力 跟那个Attorney 就是律师的在国税局前面的权力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我现在有个疑问啊 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些需要 跟国税局直接打架道呢 原因是在什么地方 是有很多税务的问题 会不清楚吗 还是怎么样 这个呢就是 因为我们国税局会查税啊 对 我们说国税联邦税务方面最 最大块的这个税是被联邦收走了 所以联邦这一块呢 它是 它会如果它会查你税的 那查税的时候 当然个人他可以找 可以找这个CPA 是吧 那也可以找税务师执照 税务师执照的这个专业人士 那他就可以 可以 这是一方面 就可以代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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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或者公司 去跟那个 国税局直接沟通 直接沟通 打电话给他 我是 就不需要客人在场 啊 就这样一种 像CPA一样 另外一个就是说呢 是 他呢 就我们说可以代表客人 跟你说 国税局打架道呢 就是体现在这个 填报 报税单 他可以就是说 就是这个帮助这个 个人或者公司啊 申报 然后这个EA EA呢 他就可以直接在这个税表上面 是 签名 客人就不用签了 哦 客人就不用签了 好大的权力 对 非常大的一个权力来的 是 是 而且还有一个 它比CPA更好一点的地方 在税务方面啊 就CPA执照 是吧 他这个 他这个 这个只能报 比如说 他是由州政府来管的 你只能报这个 这个纽约州的 打比方 你要到 报那个 报这个 这个 这个 纽约西的这个 这个居民啊 你必须拿到 纽约西的这个 这个 这个 CPA license 哦 但是他国税局 税务师 他不需要 他全国都可以报 哦 就是跟一般的会计师 有所不同 有所不同 对 所以很多会计师 他其实拿两个 你知道 CPA 还有这个 这个 EA 我去国税局 税务师 知道这一块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特别好 你知道 每次我觉得 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我自己越讲 我觉得越 我自己都很兴奋 我自己听到 也很兴奋 尤其是现在是年末了 我们都知道 年末到明年 四月以前 都个人或者公司 报税 公司还可以延长了 对 报税的季节就要到了 你说对了 就是我就是 今天讲这个主题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这个报税季节 马上要来 这里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 就是当然是 这个我们每个人 差不多要准备一下了 就是说 你是不是要找这个CPA 或者找这个税务师 去探讨一下 这个税务规划方面 是 如果你今年已经赚了很多了 是不是要停一停 是吧 否则你接下来赚的 都是可能要交给这个 一大半都交给 交 国税局了 是 是吧 对对 这是一个层面 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呢 现在一般的CPA firm 这个会计师楼 他现在就开始要招人了 哦 他现在开始要招人了 是 招过来的人之后啊 他就要开始培训 哦 培训完之后等一月底 开始报税的时候 是 养兵千日 用在一时 用在一时 报税的时候我知道 他们都很忙了 所以这个时候是 公司招人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最佳的时机 是 啊 所以我就今天 就是可以把这个东西 把这块我们拿来讲一讲 我觉得这个 是timing上面是 是 那么什么人啊 可以去取得这样制造 或是适合取得这样子的制造呢 这就是这个制造的另外一个 就是当时我 我2010年 我在 去准备把这个制造开发出来的一个 另外一点 谁都可以去考 他没有任何的学历 没有学历的这个这个限制 刚才你讲另外一个是要硕士的 CPA是要硕士的 CPA要硕士 差不多150个学分 硕士 其实就是一个硕士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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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level 是 对150个学分嘛 是吧 对对对 大学120个硕士 硕士30个 对 差不多就是一个硕士了 是是 是吧 但是他这个 没有任何的学历与智力的门槛 哇 哪里你也去考一个 我借你 咦 我就给你们报名 去看看怎么样考 对 那么好了 讲书每个人都去考 他首先要具备什么条件 然后他去考 他应该要有什么心理准备 就说我的英文怎么样 或者我要上哪些课 我要多久的时间 对 我们先不说课程 说课程就 我们就 是吧 我们先说这个 他这个考试的本身 考试呢 是他考试呢 这个考试 他这个考试考点的 他考一个知识层面的 就是说 他是不是说 他的目的不是把你考导 他的目的就是 是就是说 就 我们就查一查 你用没有这个知识点 所以他 他的考试全部选择题 是 全部选择题 然后呢 你看CPA的考试 他除了选择题之外 也还会有些分析题 你知道吗 就是要论述了 还要论述 还要写一些东西 是吧 所以他这一块呢 就是这个 就就就就 全部选择题 这是点 题目也很浅 但是呢 他有分开三个考试 是 那CPA这一块呢 只有一个考试 我们叫regulation 就就税务方面的 是是 CPA四门嘛 我们说有这个 有audit 是吧 有FAR 是吧 还有这个regulation 还有这个另外一个 那这个呢 就是说呢 三门考试呢 就专门考这个 税务方面的 那有个人税啊 公司税啊 还有这个ethics 就职业道德方面的 就考三个 考得很细 那考细的话呢 他就 主要是考这个知识点 考知识点 比如说 这个你们 比如说大高比方 考试就是说 你们两 一家庭 夫妻俩 是吧 这个 这个 老公赚了多少钱 老婆赚了多少钱 是吧 那他们的税率是多少 是 那你算一算 比如他这个 总共的这个 报税的这个 这个base 大概是 要算上这个东西 那他没有上升到一种 就是法律 更加 就是分析的 就是为什么这个税率 是这么多 大比方啊 他不是这个层面 他就 他不用到了那个层面 不需要 不需要 对 所以这个是 是这样子一个 就是他的英文程度的要求啊 英文程度的要求 就是说是 就不是那么的高 就是说 你不需要 就是说你在writing上面啊 就口语啊 如果这方面你比较弱的话呢 其实也不妨碍 先通过这样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一个考试或者一个培训啊 把这个先执照考下来 然后然后就是把这个 通过这个一个专业的 这个学习过程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英文就上去 是这样子一种 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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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思路 一般人就是他的英文基础 一般的中国 我觉得中国的市级啊 中国的市级 也就是一般的这种 中英文信件 如果可以看的话 嗯 就可以考 就应该可以 就可以考了 对 对 但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 要声明 就是你既然来到了美国 其实英文基本的信件 你应该要可以应付 对不对啊 对 应该能够看得懂 我们来请的肯妹 来听到这么多 来跟我们做个补充说明 好吗 肯妹帮我补充一下 我刚刚肯定说漏的地方 是啊 还说的说的有出入的地方 他在旁边听得很认真啊 所以我们要请他来 补充说明一下 好吗 对对 好 感谢一下南利姐 给我这个机会啊 首先是这样的 就是前面肯哥也说到 我们这个考试 它本身是没有门槛的限制 那不仅仅是在美国的民众了 因为像我们接触到的 也有很多国内的 我们的朋友 他们也在考 可能是在国内做一些 受外事务的呀 或者是像国内四大的呀 他们那种税务部门的 他们都在考这个试 所以门槛 其实真的是相对低了 然后另外的话呢 在我们考完这个试以后呢 虽然是说在学历和背景上没有要求 但是还是有一个学历上 那个背景调查式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要保证你没有偷税漏税啊 这方面的问题 我就补充这两点 对 这个这点也是蛮基础的了 就是说要提 等于说给大家提个醒 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 一个平常的生活 对不对啊 好的那么你刚刚讲说要去培训 然后培训完了就可以去考了 这个培训大概要多长的时间 我在讲讲 我说我想在补充一个之前的 在讲培训之前 补充几点啊 一点就是说呢 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工智能啊 这个发展特别快 然后呢 这个在税务会计行业 还税务行业也是一样的 就是他们其实就是 这个把很多的这个报税软件啊 做得非常的容易啊 报税软件做得非常容易 就这个时候啊 其实真正在 他他也不像以前的我们说老会计 他要把这个东西弄得很明白啊 算算得很熟练 他才可以真正去具备 帮助这个个人或者公司报税 而现在不是了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会计软件在里面 税务软件在里面吧 那现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说 那我们一些会计从业人员 会不会没有这个工作会没有了呢 就是说他的重要性就没有那么厉害 大家可以自己报了 对不对 对是不是可以自己报了呢 是吧 我这个呢 他我觉得他有两面性 我要在这里讲一讲啊 就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工具的存在 对一些新入行的一些一些人员 他其实只要知道这个道理 或者知道一个税务的这个这个这个 知识点 然后他就可以用这些软件 这个时候软件就变得非常有用了 如果他自己对整个体系不了解的话 对基本的概念不了解的话 那这些商机拿给他 他报的也是云里有里 是不是 所以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现在这个一个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税务 一个保险公司 如果他想新开一个业务的话 就是报序个人的报序业务 我是个人方面的 公司比较复杂一点 是 他基本上我认为他基本上把这个税务师 制造考下来 有个系统的理解 是吧 然后这个 然后呢就是再加上这些软件 当然有些市面上有些非常好的软件 他做得很全 那这个时候他报的每一个 这个业务他就可以做了 这个业务就可以做了 因为他因为他这个自其然 然后这个做的时候啊 就是用软件加上自己的技术理论 然后呢就是就可以把这个新的业务开发出来 也就是自其然 然后之所以然 对不对 自其所以然了 对 那应用起来就会非常熟练了 是的 是的 对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 我想特别在我们这个华人社区里面啊 就是特别个人税啊 我觉得还是需求还是蛮大的 需要蛮大的 所以这个呢我想就是说呢 在这里把它点出来 是 那是不是去受讯的一般刚刚开始就是报个人税为多 报公司税的比较少呢 做公司税的比较少 对公司税相对来说要复杂一点 公司税的话呢相对来说就会复杂一点 是 个人一般我们从从从这个EA制造啊 我们要去要要要要就是说 从从CPA还是有一定的分别 CPA就是毕竟这个层次上面要高一点 是 EA就是考出来之后啊 偏向于做个人税 是 但是呢这个 但是这个因为很多个人税的时候啊 有涉及到公司的一些业务 没错 比如说我有卖了股票 是吧 比如说我开了一家这个这个 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投资的一家公司 为收入 这属于就是说公司的一些业务 是 那报个人税的时候 其实它涉及到 公司方面的一些东西来的 是 那所以所以其实你报个人税的时候 你也必须知道公司方面的一些业务 所以其实在 所以我们说这个EA这方面 它考个人税 考公司税务 它其实就是说 相关相通的 就是为报个人税 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是 打了非常好的基础 那这样子我们很关心一点啊 就是这个如果考上执照的时候 是不是它的这个前途很好呢 这个我指的前途就是 Future那个前途跟钱啊 这个前途啊 是不是都很好呢 找工作是不是也比较容易呢 我觉得这个好或者不好啊 是这个我们说非常相对的一个主题 非常相对的一个一点啊 就是那个因为对有对有些人来说 我们说当然就是因为这个会计课程 各个大学里面开的其实很多了 那开了很多 就是我们但是对呢 我们我觉得这个课啊 我们这个课对有几类人特别好 一类就是这个这个比如说 从中国过来美国的 或者从外国过来美国的 这个一些新的一些 新移民啊 也也新移民 或者说学生啊 对 或者想来这样子的话呢 他那这个执照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敲门庄 是 非常好的敲门庄 因为从税务体系来说 美国的税务体系跟中国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 而且这个税务体系的话呢 他其实是相对来说是很独立的 他独立于这样一个整个 财块的这个体系里面 是 所以所以据说呢 就像特别是这个中国刚过来的 他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考试 来补充他原来 比如说这个会计的一个缺陷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比较容易找一份这个会计工作 是 就是这类人的话就特别好 那另外一类就是说是 我们有成功案例 有成功案例就是有位同学 他在读大学的时候 那他就先把这个税务实质照考了 那考的时候我们那个 当时是Earningsian Young Earningsian 中文叫什么 中文叫 安勇是吧 安勇 到大学请人的时候 中国美国世大 世大的话呢 就到大学请人 那就他因为他有这个EA制造啊 就把他特别有优势 优先考虑 这是大学生这一块特别好 是 但还有呢 我们还有就是做 还有一块就是特别适合 这个做这个保险的 然后做房地产的 这个做理财的 他呢就这个制造 他考下来之后啊 就对他们如虎天意 如虎天意 因为就变得很专业了 是 这其实理财也好 做很多事情 这都是相通的 是不是 都相通的 对对对 都相通的 你理财可以涉及到税务吗 那一定的 这在美国税务好重要 你涉及税务吗 对对 房地产你也涉及到税务啊 是吧 你可能就是知道一点点 很多理财人员 他知道一点点的 因为理财公司 或者保险公司 他本身是有培训的 那他不提 不体系话 不学系话 我们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有个同学是 一家保险公司的 他说他跟我们开玩笑 考了这个税务失去照之后啊 他说我以前这个 这个保险单都关不了 当我把我这个EA的这个title 放在这个名片上面之后啊 原来关不了那几单 一下子都关掉了 看看啊 多好多好 对不对啊 对 就是说你你就可以把它吸收起来 变你自己东西融会贯通 对 用在你的业务上面 你要做专业也可以 要是你不做专业 就不是理财啊 刚刚讲的保险啊等等 都有用到 对对 他他就是一个 不一定是有了他 你就是好像就是 马上就能赚十几万啊 怎么样 但他就是有了他 你就多了一项工具 多了一把非常厉害的武器 是 你什么时候用到的时候 就拿出来用 对对对 是吧 那当然就是你也可以 帮他作为一个职业发展 对 是吧 比如说我们 我们上次也提到过了 就是说职业发展的时候 特别是这个 这个一些新移民过来啊 他可以他可以 因为因为我们说 会计行业里面 他的关键是 两个嘛 一个是财快 在美国 一个是税务 是吧 如果他想找工作的话呢 那就可以通过这个考业执照 考一些作战的一些证书 两个证书 不需要去上大学了 是 然后找一份工作 是吧 找份工作之后 就慢慢一边工作 再一边把CPA考下来 那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呢 基本整个整个规划 职业规划就特别的圆满 是 同时再怎么说 如果说你不想压力那么大 你到一个公司 做个会计 也很好啊 对不对 出纳了 会计也非常好 而且有优势的 是这样子 他就相对来说 比起比如说 你什么技能都没有 去当然做一个 办公室文员来说 他也好很多 很轻松了是不是 对 是那么 我还有个题外的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像 你一开始讲了 说大家现在 已经可以有软件了 自己可以报税 在电脑上面 对 可以报税了 那这个你自己 去买的软件 报税跟请 去每个年 去会计室面 报税 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就是他很多想 很多就是个人专门 市面上面 市面上面很多 就是一些什么 Turbo啊 就个人税啊 我自己报过 对 他那个就是专门 是比较简单的 是 很简单的这种 我的看法啊 他就很简单的 个人税 没什么多的 这种业务的收入的 是 非常简单的 自己去个人抱一抱 那 但如果是 但是像一些 因为他 他就是一个 像Turbo那个Tax 他的个人税 他就是什么东西 把你限制好了 对 他就是很那个 我们说没有 公式化的 不是那么Flexible的 对 就比较没有弹性的 他没有弹性的 是吧 然后呢 你就按照他这样一套 像一个GPS一样 对对对 这个一下 一个个下来 你就follow他的这个程序 follow他的程序嘛 来做 他没有弹性 但一般的这种 专业的软件的话呢 他就他就比较 你可以不断去调的 还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专业的软件 跟我们在市面上买的 那个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对 是 因为我自己就有经验 我报过一次 还是两次自己买 那那就会感觉到 好像对我来讲 没什么好处的样子 所以我还是找了 我原来的会计师 你们去报 就觉得舒服多了 然后我把资料提供给他 可能还要退税 对不对 我自己报 可能我还要缴税 是这样子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这个会计师 或者这个国税局税务师 他还是有他的价值的 所以说 我说我们中国人 对整个这个 中国人 对这个专业人士的 这个认可度 还是比较低 是 他们其实 就是还有会计师 Flashen的会计师也好 其实我们都把它当做 白菜价一样 是 来要他们提供价格 其实他还是有很多的 这个专业城市 这个东西逃不了了 对 有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是不是 因为你自己去买 那个软件也要付钱 对不对 然后你请个会计师 可能多付一点 但是你可能可以退税 或者什么 还是很划算的 买个新安 买个新安 是不是 对对对 而且不要花那么多脑筋了 我就把资料提供就好了 专业化了 对对对 我们能理解 你把这个 这个这个主持做好 是 我们会计师 把这个会计做好 专业化 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 大家对 很多从台湾或中国 各地方来的人 就会觉得 这样我就可以省了这个钱了 其实不然 其实你真的 去比较一下 专业还是有专业的一个道理的 对 那么在我们的肯为 是不是现在有开这个课程 这个项目 然后我们的老师 是不是也是专业的老师呢 这个我们可以请 我们说肯美Emily 介绍一下 肯为这边呢 我们在教EA的老师哈 一直都是所谓的专业老师 肯定都是在纽约的持证的CPA 然后呢 他们本身在行业里面 其实已经做了很久的时间 然后在我们肯为也是教了很久啊 所以就无论是实操技能啊 还是理论 然后以至乃至于这个教课水平哈 基本上来讲都是这个行业中我们 这个评价很高的了 是 然后我们像这个课程的话呢 老师因为他们其实是在职的这个情况哈 所以每个星期呢 抽一天来我们这边上课 一个星期一天 对 多久呢 几个小时 三个小时 星期天 三个小时啊 对 星期天一次上三个小时 那要上几堂课呢 一共是上二十堂课 嗯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于这个急促而缓慢的过程 就是你可能要花四到五个月 能拿下这个执照吧 相对于是在事务方面你就成了一个专家 嗯 所以这个我们看起来好像都一个季度过去了 但是你一个季度之后你就蜕变了 还是很划算 是 那这样子毕业以后 是不是我们会辅导的 他们就是直接去考这个执照呢 嗯 对啊 我们这边其实是有专门的老师 也会教导他们怎么样去考执照这个 本身这个步骤哈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包括我们之后 有些同学还还还会来问我们就业相关的问题 我们也会提供相关的辅导 是 好的 听起来是等于说我们大家一进了报名这个课 你就努力去学习其他的好像都可以交给我们肯维来帮我们做一个打理 是不是 我补充一下 就是说这个我补充一下 就是这个整个 没关系 你们互相补充 对啊 那个这个课呢 是是 他是 他是 我觉得 现在这个信息啊 就是课程视频啊 这种课啊 网络上到处都是啊 就是网络上啊 你很多 就是你你搜一搜看 税务师啊 这可能就很多的人在那边 我还不晓得网络上那么多呢 有 有 我们有肯定有 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视频有 信息有 是吧 是 那关键我觉得我们就是提供了一个 我们这边提供了一个一个这个这个课程啊 就这个课程的一个一个他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这个老师资深的这个CPA老师 你过来上课 他就是这个都就是会一句真正的就讲给你听 那就是就是很很针对性的来 很针对性的来讲 对 针对性的来讲给讲给这个讲给你听的 是 那这个就好像一对一咨询一样的 就是你你 然后呢你过来 你要你边学习 你碰到问题 马上就解决 而且而且我就我们就提供这个线下的这个微信的这个 就24小时的这种支持 就有问题老师24小时内都会给你解答 你可以面对面的来问一下 每个人问题可能不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这一点我特别有感触 就像我刚刚举个例子就是我自己买个软件我来报 其实这个弹性就没有了 你可能降不到什么便宜对不对 还有一个我自己也在学舞蹈了 学跳中国古典舞什么的 那老师也很多老师也会讲很多同学就是 我怎么一来这边就好像学的就比较快 我在微信上或是在那个什么Google上面学 也有教舞啊对不对 那就不一样我们老师只讲一句话 我们老师非常专业 对 他是北舞的 出来就说那当然就不一样了 你面对面看到每个人问题不一样 当场给你纠正当场示范对不对 对 那是绝对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就是说你如果看他 学不学 就参不参加这种培训课 一个重要的一个 一个平凡点 就是说 你要不要把这个 变成自己一个专业的一个 对 你只是好玩就无所谓了 如果你是好玩的 那无所谓 对对对 但如果你是一个 想成为一个专业的技能 要靠整两把刷子 这样还是要去混口饭吃的 对对 那就是有个系统的 是 有位老师 然后带着你 你知道吧 一段时间系统的这个 这个沉浸下去 把这个知识理一理 是 那是那效果是特别好的 特别好 而且我觉得 你要么就不要学 你要学就学得正统一点的 是的 专业一点的 是这样子 是不是 对 我们老师是 他是 资深的CPA 自己在这边 Flashion开锁的 在我们这边教了很多年 是 他这个讲出来的点 一方面就非常的有根据 另一方面 他真正结合了 中国人的很多的真实的案例 是 来讲的 同时我有一种感觉 因为我访问过很多期 好像很多的老师 什么也来到我们节目 对 就是说你出去了 你去从事你的专业的课程的时候 你可能会碰到很多问题 对 你可以跟老师再去回过头 跟老师联络 或者切磋一下 请教一下老师 是怎么回事 或者同学之间互相的来讨论 探讨一下 可能你就不要走那么多冤枉路 是这样子 有时候 就是说 因为我们针对的都是成年人的这种培训 大家其实都自有自己的这种学习能力 然后有非常好的 原来的一个背景 或者说专业背景 他们缺的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平台 缺的有时候就是有人给你 专业人士给你点播一下 缺的是可能就是有一帮朋友 有一帮同学们 这个相互的这种关心碗 这个我觉得你在网络上面是提供不了的 是提供不了的 对不对 然后就说 我们套句话说 这个在网站上面还是冷冷的了 我们这个面对面的 大家有同学还是有温度的 对不对 有温度的 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肯维培训中心里面 就是说大家交通也很方便 你要来也很方便 同时你选课也是非常方便的 是的 我们是我们现在是就是这个课呢 已经开了差不多20 开了差不多接近几年了 七八年了 一直在开 固定的每个星期天下午四点到七点 定点就我们把这课就会开课 都是一直上课 那个时间点都在上课 然后我们就提供学生录像的 他上完这堂课之后 他还可以去看录像 他回家还可以再复习就对 对那因为我们很多学生 他的英文技术比较弱一点 所以他要反复听 他要反复听 我们就把录像提供给他们 他可以反复听 对就这样子帮助他们 更好的这个把知识给掌握起来 是 知识掌握起来 然后呢就是我刚才提到过了 还有微信群的这种支持 大家相互之间可以探讨 要相互之间可以出去 这个喝茶聊天 然后相互有工作介绍 就是这是我们做的 是这样子来做整个事情 是 那我也要问一下肯哥 就是说什么人最需要 或是最适合来学习 这个税务方面的问题 那有人就会讲了 我在读书说我的数学就不好 我对数字比较不敏感 或者就说 其实我蛮细心的 是怎么样的人才适合呢 可美你怎么认为呢 你觉得 其实呢 在做这个税务师啊 对你的数学要求 倒不是特别高 因为你基本上加减乘除 你会了就行了 也不需要高等的 这个复杂的运算 最主要呢 就是说你工作的时候 还是要比较细致 但是话又说回来 我们做什么工作 做到后边不需要细致呢 是吧 大家如果都很马虎的话 可能你真的就 什么工作都做不好 对 是这样的 所以最主要就是 你要有心要学 要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 一定要有个硬性的门槛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 首先就是 你的背景要比较清白 这是第一的 然后第二的话 就是说你是能够坐下来 能好好的看看材料 做做事的 这样子 静得下心啊 对 那这个背景清白 是不是也就表示 你自己起码 你没有说不缴税啊 或者是逃税啊 等等问题呢 还是没有犯罪记录呢 他在国税局 在就发执照之前 就是他分几个步骤嘛 一个步骤就是说 你申请他要填个表格 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个流程是 你要拿执照的时候呢 那第一个就是考试 就是考试 考试呢 他是要 要这个 首先申请这个 一个PIT number 就是我们说 PIT number 就是 PTI number 他必须要 每年要 每年一个 报税的时候 报税人员都需要的 是 申请了PIT number之后呢 然后呢 他已经填一个表格 这个申请PIT number 然后呢 再申请考试 这些呢 其实这个时候 都不需要做背景调查的 考试考了之后 然后呢 再提出表格 填一个表格 政府嘛 都是要填表 我们说美国的这个人生 就是填表人生 是 没错 从出生开始 填那个 Burr certificate 对 到最后一天 是吧 都是要填表 填表人生 所以这个填表 我们然后填个表 然后申请了一个 这个执照 这个时候 他就要调查背景 他的这个 其实他的这个背景调查 还是比较宽松的 他就是看你 就是相对来说 看你有没有报税啊 有没有欠税啊 是 这样的一个背景调查 我想美国做好像 很多行业 有执照的行业 大部分都要做个 背景调查 对不对啊 那当然这个就不像说 你要去做警察了 他就很严格了 对 对不对啊 对 那对你的 这个身家调查 就比较严格 那么年龄呢 可能有人就觉得 我大概五十多岁了 但是我觉得学一学这个 我不一定要找工作 但对我自己报税 或了解美国税务 也是有帮助的 或者就是我 我四五十岁了 我在学 在转业 合不合适呢 年龄美国是没有 age limitation 不能年龄歧视 这个绝对是没有的 对对啊 都都都没有 就是这方面的一个 一个一个 谁都可以 我们有学生是从 有六十的 这个就从 从二十岁 十八的也有 一直到六十多的也有 六十多也有 都有对 所以这个东西 没有任何的 任何年龄的一个限制 然后他从专业的程度上来说 刚才我再补充一点 他考试考完证之后 他每三年要完成 七十二个学分的再教育 每三年 就像你考 Restate Aging也要的 对 专业的 每三年再教育 七十二个小学 你要再去上个课 是不是 要上课 那我们肯为有吗 这一块我们暂时没有提供 我们跟一些合作机构 会有的 或者有一些 还有一些网络上面的 一些平台 有提供证培训务 也可以跟他们做个合作 是吧 也会推荐你到什么地方 对 比如说华人 这个中美会计师协会 我们他们就有这种 再教育的一些 一些讲座 是 是 是符合资格的 我们学生就到那边去 是 我觉得为什么会从十几岁 到六十几岁 因为实在是应用的很广 十几岁 二十多岁 很年轻人就说 我考上一个职照 对我将来总是会有 帮助的 对不对 非常有帮助 他是用这样子的想法 大概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 大概想说 我可能要转业 四十多岁 五十岁 是的 或者就说 我自己理财有帮助 对 对不对 甚至我在想 就是说很多人 在家里看孩子的干嘛 去上个课 好像知道 可能自己包包税 帮亲朋戚友 包包税也挺好的 是这样子 对不对 就在家里 也可以带孩子 也可以照顾家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一点也是 就是说他弹性特别大 对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你提起来 我就想起 他对 比如说我们 我们华人呢 就是有个观念啊 就是说 在这个 中国 我觉得在中国的时候 引识 扬识的一个观念 好像说 我把这个会计师 我付钱给他了 他应该把所有的事情 都给我 我弄好了 没错 是不是这样子 是 那我们说会计师收到钱 你这个价格不能贵 是吧 我还要比价 又说得很便宜 还要比价格 对 80块90块 会计师心里在想 我弄了一个表哥 蛮有专业背景的 我念了这么多年的书 是吧 考了这个EA执照 或者考了CPA执照 就这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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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块钱 其实非常低的一个价格 那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报完了之后 事情做好之后 肯定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是 这个问题的产生了 很多的情况 是因为 报税的这个人 他本身对这个税务方面不了解 所以提供了资料 然后就提供资料 或者沟通起来 就很有问题 是 很有问题 就你讲不明白 是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 这个时候 这个报税的人员 他就觉得 哎呀 这个会计师不好啊 Flash没有很好的 会计师啊 我在这里 先要给 给Flash的会计师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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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讲几句好话 所以我们作为 报税者 我们作为消费者 本身自己的 这种意识 税务意识 或者其他方面的意识 也要提高 是不是 基本的东西 也要明白 对 那这样子的话 你毕竟你说 会计师只收你几十块钱 我收你一百块钱 你让对方 就说 这个后期 前期报税 中期咨询 后期跟进 是 这也是蛮大的一个任务 好像就说 我在你们报税了 我一年就花这么一点钱 然后呢 你什么事 我有问题 全部都 你都得包了 就是嘛 对不对 你说有个问题 会计师要筹备一下 是吧 想一想 然后回答 没有个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 是吧 也就解决不了 那你说这个二三十分钟 会计师本身的一个身价 比如说一百块钱一个小时 是是 那就是五十块钱了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这个打个比方了 是是是 所以我记得每年到报税季节 我大部分都访问一位会计师 请他来谈谈 你要去报税的话 你应该准备什么资料 你有什么样的心情 怎么样去跟会计师沟通 我觉得会比较好 对你对会计师都比较好 是的 我们不要忘了 就是说从会计师也好 或者CPA也好 或者EA也好 他们只是服务于 服务于这个 服务于报税的人 是吧 那你你报税的人 本身对这个 对这个 对他自己的情况的了解 你比会计师要了解很多 你知道自己知道 需要什么东西 是 这应该是 我们说税务师也好 或者会计师 他们服务于你 对 是吧 我要你这样 有问题 他们自己专业的一个服务 所以这个时候是报税的人 应该主动的 把整个事情给拿起来 把你的资讯都放出来 放出来 我大概需要达到这个效果 这个我有这样子 这样子一个 一个顺序要颠倒一下 是 我想听到这边很多人都很兴奋 那我要找这个肯为 我怎么找呢 我们的电话跟地址可以不说一遍 好 我这个我最喜欢了 我们的电话是 也很容易寄了 是吧 我想听众朋友们 如果你听过一次我们节目的话 基本都记住了 7183213322 718321 就是123颠倒过来 3213322 3322 你喜欢3是不是 就这个好像当时我选择的时候 就就这几个号码 这个号码好一点 觉得比较好记忆 比较好记忆一点 是吧 朋友后来说了 你这个3322怎么听起来 好像 2233 怎么冷冷清清的 我说没办法 我们创业开始的时候 我是没什么好选择 这个好像蛮顺的 7183213322 不要说这个2233 其实是在我们中国人来讲 只要超过3就是多 对不对 就是一个多数了 就表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数字 好的 我们的地址也在Mainstreet非常好 我们的地址更加好记忆了 我们地址3657Mainstreet二楼 我们的这个365天 一年七天 我们都在上班 七天 一个礼拜七天 我们都在上班 但我星期天我休息 对对 你的员工上班 轮流轮班 我们轮班 我们同事们轮班 所以年轻人创业就是这种精神 是这样子 所以3657Mainstreet 二楼 我们旁边是银行 是那个对面也是银行 就是在坐在金库里面 报税人员 会计人员 就是要跟钱打交道 没错 我相信谈这 我们今天专门谈税务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肯为在介绍下 我们一般都有哪些项目 我们有就是各种 就是我们说圆梦通道 因为我们开出了 开发了很多 就是我们我觉得 真正能帮助这个华人 让他们去实现 他们梦想的一些通道 我们有海关报官师的指导 我记得我们好像第一期 就讲海关的问题 对 我们讲过 但没有细讲 我觉得以后我们再讲一讲 好的 报官师指导 也是全国同用的 也是没有这个学历资历的要求 是 也是将来可以自己开的 然后呢 我们还有公校的老师 助理的这个培训跟认证服务 那这个公校 因为进公校啊 我们华人进公校啊 特别适合华人 因为大家对教育很重视啊 对 还是很重视 所以怎么样进公校当老师呢 先从助教开始做起 是 先进到公校 这是第二个项目 第三个项目 我们有那护士的这个 培训认证就业一条龙 就是只要你是外国护士 不需要读大学 我们直接帮你认证 培训就业一条龙 是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呢 我们有 还有这个 亚马逊卖家培训 是 亚马逊的卖家孵化训练营 怎么样 就是说 好热门的 热门 对 这个目前是比较热的 是一个潮流 在亚马逊卖家 我们有一个 致富方程师 我们请了一位 他是 他是运作是 他是运输20个亿的 这样一个旁 他写了一套 这个方案 课程方案 是他写出来的 好棒 对 我们叫致富方程师 是 另外还有一个是 开幼儿园 商业幼儿园的这个 员长孵化营 就是你想开始 他的投资大概 投资大概10万 到20万左右 那我们就是叫他 从开源 一直到后期的 培训指导 是 这个是我们 一个项目来的 我觉得 这个主打了 我们这几个项目 这几个好像都是 我们华人 好像特别适合的 特别适合的 特别适合 有需求的 对 我据我说是 好像护士 如果说你要在美国 读护士学校 毕业等等 都是蛮难的 但是你如果在中国 在台湾 你就是读护校的 或是有这样子的 对 就方便多了 是的 是的 他如果是外国护士 因为中国护士比较 你说在中国那边 都护士的 他们就是说 人数基础很大 所以他来美国这边 其实这个成为护士 非常好的一个捷径 但他那个困难点 是英文 护士的话 很多他英文基础 比较差一点 然后就是在这个 对美国的一些文化 临床上面肯定差一点 是 我们上次访问到一位 也是在肯为的老师 他也讲了 他说其实 你可以先过来 把英文 有这个环境 学习一下 然后一面学英文 一面就把护士执照 在这边的也拿到了 是这样子 然后可以办全家移民 对不对 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挺好的一个点子 对不对 目前来说 这个政策都还在 非常好的一个 一条通道 趁着还在赶快做 赶紧做 是要不然 可能很久 又会有变化 也不一定 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是这样子 所以 好的 过了这个春 就没这个店了 就没这个店了 那我们肯为 是不是一直也在关注 就是说美国的 这个法律的一个改变 政策的一个改变 要跟着走 对 我们这方面 我们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关注 这方面非常关注 我们跟一些 就是我们是 纽约州的这个 小商业 就纽约小 市立学校的 我们联盟的一个成员 是 然后他们定期的大会 每年大会 我们都会去参加 同时呢 我们跟就是 现在我们跟就是 这个议员 议员啊 州议员他们 因为你教育这一块 都是跟那个 是来 州来管的 州政府来管 主要的 都州政府来管 所以我们社区里面 那个Tobista Whisky 我们参与他呢 他是州的参与员 他之前是专门管这个 教育的 他自己就是老师出身的 高等教育这一块 对 还有我们现在 John Lu 我听说也是在管教育这一块 是 对 我们跟他们还是比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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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 是 有互动 也有讨论 这样子 也有讨论 然后跟那个 各个我们协会 那像这个会计 中美中 会计师协会 还有我们 护士协会 是 我们都是有 有积极的参与 是 去跟他们 就是情况 更了解最新的一些情况来的 要与时俱进 就是有什么改变 我们马上就会跟上去 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说是 只有不断的变 才是永恒的不变 是吧 对 是 没错 那么要变的话 真的就要很专业 要像很多专业的人才 像我们肯妹啊 干嘛 等等的 在这边 一起帮助肯哥 来做这些事情 对我们还是 就各个领域都不一样了 是 我们都是根据 我们积极老师 我们都是非常专业的老师 然后呢 这个来支持 是 他们教书 听他们的意见 然后我们希望把这个桥梁给搭起来 是 所以说我一直都希望肯哥能够到节目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都会跟我们讲最新的资讯 而且讲得非常透彻 现在也有什么新的发展 等等的 就是给大家很多的机会 那么下一次我们好像是28号 对 我要在这边为什么先宣布呢 也就是把肯哥给绑住了 28号一定的来 一定一定来 一定来 对 对 对我们可以就说 把这些告诉大家 可能对我们的移民 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是的 是的 28号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讲一讲 排库 排库 最快 28号你知道是什么节吗 28号是那个 感恩节啊 感恩节啊 是啊是啊 没有关系啊 感恩节我们在这边早上 你能来吗 感恩节我要考虑一下 早上 感恩节晚上才过嘛 我是可以的 那到时候要这个 特技要准备好 是吗 你如果有需要 我帮你准备 我帮你准备 对不对 对我来讲 这个是我的工作 所以我一定会来 不管什么节 对 那么总而言之 我们再看看 你到时候看能不能来 好的 能不能来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要提供很多资讯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非常乐意 非常乐意 是 其实今天我准备了一些歌 可是好像没时间了 我们讲的太多的资讯 希望给大家 对 我一讲这些program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开发出来的program 是 我首先把自己给感动了 我也被你感动了 对 你要先感动自己 才能感动别人 对 对不对 对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真正的帮 能够帮助大家来圆美国梦 对 对 我觉得这个 大家应该去看一看 这个项目 我觉得 就是有很多很好的项目 真的是可以 可以去把它挖掘出来 是 然后找出一个适合自己的 这个一条路 是 我觉得我们华人在这边 就可以做的 就是真正可以 美国这边有很多机会 真的可以做得很好 有更好的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